我們介紹了功與動能的這些觀念 我們再回想一下 我們剛剛所講的 如果一個物體從這個地方 如果讓它受到重力 開始往下墜落 最後會到的這個地方 那麼原本從鏡子開始出發 末了會有個速度 這個速度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從功能原理得到 這個物體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它只受到一個力量的作用 那個力量就是重力 這個重力當然就是m乘g 把物體的質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就是它所受到的力量 功能原理告訴我們說 這個物體它的動能變化量 將會是 合力所做的弓 也就是進弓 在這個地方只有一個力量 就是重力 重力所做的弓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看見 重力往下 運動也是往下 所以 位移量 位移量 就是這個高度 h 所以 我們把這個問題 把mgh mg就是力量乘上位移 記得 我們公的定義是 f 乘上位移量 這位移量就是h 所以 動能變化量是mgh 也就是 莫動能 final 減掉 initial的動能 會等於mgh final 是2分之1mv平方 initial是0 就是等於mgh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果就是 莫動能 1分之1mv平方 等於mgh 而這個v平方 就等於 2倍的gh 所以 末了的速度 就是這樣子可以得到 所以我們一樣 可以用 記得我們如果是等加速度運動 如果有一個固定的加速度 A 我們有三個公式 v等於 v0加at s等於 v0t 加上2分之1的at平方 末速度v平方 等於v0平方 加上2as 裡面的s 都是 都是這個 我們的 這個 位移量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v0是0 這些量都沒有了 其中第三個公式就是 v平方 等於2 加速度是g 位移量是h 所以這個公式 其實就是這個公式 但是 這是等加速度運動的公式 而我們剛剛做這個問題 是用 功能原理 OK 這個我們在前面都講過了 好 只不過我們把 功能原理 運用在自由落體運動 再重新的看一遍 不過現在我們要倒過來問一個問題 如果 我現在 從 這個出發點開始 是靜止的 初始速度是0 一樣 我把m的物體 用一個手去拖它 這個手拖它 讓它抬到一個高度 經過的高度差 一樣也是h的高度差 一樣是h的高度差 那麼 我要問一個問題 功能原理告訴我們說 total的 進攻 應該是等於 動能變化量 抱歉 動能變化量 那這個動能 變化量在這裡呢 初始的時候速度是0 末了的時候的速度也是0 所以 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得到動能變化量是0 換句話說 我們得到一個 進攻是0 而進攻是什麼意思呢 我假設 我的手 是一個 撕了一個F的力量 當然 這個物體雖然往上走 它還是受到一個往下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在任何過程當中 比如在這個地方 它一樣受到手的 向上的力量 以及 重力向下的 兩個力量 這兩個力量當然是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所以合力為0 當然也就表示 進攻為0 對不對 所以動能沒有變化量 所以道理是這樣來的 那 這個 進攻 是來自於 我的手 所做的攻 加上 重力所做的攻 這兩個加起來 的結果 當然是0 換句話說 我的手 做了一個攻 我的手做的攻 會等於 負的 wg 那麼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 重力所做的攻 重力往下 但是位移是往上的 那表示 這個 重力所做的攻 是負攻 負的多少呢 始終是mg 然後h 所以是負的mgh 然後再乘上這個負號 wg 是負的mgh 再乘上原本前面的負號 再乘一個負號 再乘一個這個負號 那麼我們就會得到 整個 會等於 正的mgh 外力所做的攻 是正的 表示外力做正攻 當然啦 我們的力量往上 位移也往上 所以做正攻 沒有錯 好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 在我們用手 把這個物體 從 一個比較低的地方 移到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我們手做的正攻 所做的正攻的 功量呢 跟mgh是一樣的 跟 我們從這裡 釋放掉下來 它掉到這裡 是 釋放出來的動能 是一樣的 動能變化量 2分之mv平方的mgh 所以這意味著 這個地方之所以 能夠釋放出動能出來 全是因為我已經用了我的手 把這個物體從低處移到高處 所以我做了攻 我做了攻 而這個攻 並沒有用速度 展現出動能出來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有重力在做復攻 所以我們希望把 這樣子一個 外力 我們的手 所做的攻 對應到 日後 它可以變成一個釋放出來的動能 所以我們會 把它定義在 在空間中 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存在著一種能量 這個能量 我們叫做衛能 我們叫做衛能 這個衛能的多寡 完全看我們把一個物體從這裡拿到這裡去的時候 我外力到底要做正攻還是復攻 如果我把它從這裡拿到這裡 我的外力做了正攻 如果做了正攻 就意味著我把一些能量儲存在這個末了的位置上面 事後 它會釋放出動能出來 所以如果 我的外力所做的攻 是正的 大於0的話 那麼我會希望我的 衛能的變化量呢 就會大於0 就是末了的 衛能 跟初始的衛能比的話 是末了的衛能 大於初始的衛能 那如果 我把初始的位置的 衛能 定義為0的時候 如果 我把它定義為0 所以初始的位置為0 那麼 我希望我的外力所做的攻 就把它定義成為 所以我的衛能變化量的話 換句話說就會等於 uf-ui 而ui定義為0的話 那麼uf呢 就會等於 wf 換句話說 uf 在高度 h的地方 這個地方 它的衛能 就由 這個地方得到 mgh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 衛能的定義 就是 這樣來的 所以 從此之後我就知道了 如果我定義這個地方是 x等於0 那麼 在任何這個地方 如果它的 座標是x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的衛能 就是mg x 也就是 u 是一個x的函數 u是一個x的函數 在 這個地方的衛能 由這個地方的位置 跟 參考點初始的 位置之間的 坐標差 x 來決定了它的衛能 就是這個公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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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